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结婚坐这车已经走走走走 我给你叫一个 你也来 我懂您叫的车 人力的呗 也能用马拉 算了 我自己叫 好吧 真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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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咱们结婚啦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坐 各位先生们 欢迎来到80s Talk Show 谢谢 谢谢 OK 我估计大家也注意到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外国人来 对不对 但我为什么还要说英语呢 因为我英语好嘛 英语 OK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来到今晚80s Talk Show 三周年粉丝狂欢性点 王志健先生与所有粉丝的婚礼现场 你们开心吗 开心 呃 我呢 是今天的司仪 我叫屎言 我是今天的司仪 I am the 呃 呃 呃 来主持一场婚礼啊 来主持一场婚礼啊 大家都知道今晚80后脱狗秀的官方微博呢 之前搞过一个活动 啊 为我们的婚礼呢 争选新娘 今天呢我们就争选到了几位粉丝代表 他们今天将代表所有的粉丝和王志健先生结婚 让我们掌声欢迎新娘 呃 听听听听的 冷静一下 不是 帅哥你走错了 今天是 结婚 啊 我们需要一个新娘 你确定 我确定 哇塞 王志健老师口味这么重啊现在 祝你们幸福吧 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的新娘 我先确认一下 你今天是想嫁给王志健对不对 嗯 你也是想嫁给王志健是吧 对 那你们两个撕一会吧先 那么首先有请这两位新娘的代表 入新娘席 当然我今天作为father对吧 我也不能空手来 我这个人其实非常大方 我比王志健老师大方多了 你知道吗 我给所有的粉丝 全都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品 奖品呢 有金不利钻石提供的 钻石项链 钻石挂坠 钻石手镯 钻石iPhone 最后那个没有 之前呢 因为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嘛 我跟王志健老师呢 私交也非常的好 我们结成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所以呢 今天我作为father 他特别给了我一个福利 我今天有十分钟的说口秀的时间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好的 那么接下来有请新郎登场 请司仪最大 欢迎订阅 王志健 王志健 请客 你的能量超级你想象 欢迎收看由红牛维生素 功能饮料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今晚 马里后脱口秀 绽放本真灵动自我 今晚马里后脱口秀 由金不利钻石 特约赞助播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个人现在心情也非常激动 思宜先坐一会儿 三周年了跟粉丝要举行婚礼 其实不是说以后就真的在一起过日子了 而是说表达一个我们三年来跟大家的一种情谊 在正式的婚礼的仪式之前呢 有很多话想跟在座的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聊上几句 在刚刚来上海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是北京的一个相声演员 大家知道吧 那个时候在上海其实没什么人气 然后上海也没人听相声是吧 脑子坏了嘛 在上海听什么相声呢 对吧 所以也没什么人知道我 但是台里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 用我来做这个节目 主要是因为便宜 节目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真的非常可怜 现场招观众招不到的 因为没有什么人气嘛 谁也不知道王子健是谁 更不知道今晚80后脱口秀是什么 对吧 一听说上海电视台找观众了 都以为看老娘舅 然后到这一看没有人撕 结果就都走了 我们特别尴尬 还好 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些补救办法 我们当时现场三百个观众 请的都是群众演员 你想三百个人 酬劳加起来比我都多 但是我跟你讲 我现在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时候 群众演员他们拿了钱了 跟你们这些不拿钱的 那效果真的完全不一样 你站台上你说什么他们都笑 嘎嘎嘎的笑 你知道吧 又喜极而泣的 笑着笑着哭啊 哇 特别特别投入 那像现在你们 我得费半天劲才能逗你们笑 就是这三百个群演 雷鸣般的把剧场都要震碎的那种尖叫 我第一 没错 大概 大概是我们现在这个音量的四倍左右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在我第一天节目录完之后 我脑子里想的都不是今后如何做好这个节目 我都已经开始筹备竞选美国总统了 那现在这些人有的时候我还是想 有的时候录节目是不是应该把他们请回来 但是非常遗憾 这些人已经都纷纷离开上海了 据说被挖过去录过是歌手了 节目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很多设备都非常原始 我们那会甚至没有提字器 我们那会都是自己用手写手卡 一期节目那么多段子 三四十个段子 五六千字 录影前自己默默地拿根笔 好好好就在那写手卡 写的手都要残掉了 而且我跟你讲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同类型的节目 当时我们节目刚播的时候 雨后春笋一般啪啪啪就出来了 他们由于没有创作团队 也写不出段子来 于是他们决定来抄我们原创的段子 他们决定用这个方法 就来我们现场偷段子 然后呢说的什么 他们也记不清楚 就开始偷手卡 完了以后我写那个手卡 他们偷走之后 几个人就疯了 我这写的啥 你能看懂吗 然后几个人开会 猜了半天 这个字可能是你好 然后就被我撞见了 就在外面那里 几个人偷了一摞手卡 在那猜写的什么 我过去也是很有礼貌地跟他们说 哎呀 哥几个 拿手卡猜字呢 别猜了一条件吧 猜不出来 就我这个书法 你都不知道 当初我因为这笔字 差点都考上医学院了 其实我们节目做到现在 今天要跟粉丝们结婚 形式上的结婚 行婚 就是跟大家结婚 这个中间过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150多集节目 三年啊 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三年 也有很多个三年 但是没关系 是吧 这三年里面要感谢的人非常非常多 接下来我来一一感谢一下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老婆 在这三年里一直坚持打我 让我有的说 又不把我打死 让我能说 谢谢你 其次要感谢的就是淡淡建国 感谢淡淡三年了都没去开眼角 感谢建国三年了都没有去减肥 当然她也不是故意的 还要感谢我们现场导演秦娇水 知道自己长得帅从来不上台给我捣乱 当然 还要感谢很多人 比如说我的弟弟自康 作为一个畜生 一个宠物 话都不会说 居然还给我们节目共享了那么多梗 回去给你买罐头 浇水也有罐头 而要隆重提出感谢的 是我们节目除了淡淡建国之外的其他写手们 你说你们存在感那么低 写了那么多段子 在这里必须跟你们说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你们那些段子都被淡淡建国删了 我们节目算上淡淡建国 大概有50位写手 大家只知道淡淡建国 所以你们剩下这48位大哥真的特别不容易 这48个人每天的口头禅特别简练 写完段子交上去等待回复 过了几天他们就会说 唉看看白写了 48个人天天说 唉看看白写了 你们就是AKB48呀 当然需要感谢的人还非常非常多 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足球 感谢地沟油 感谢雾霾 感谢中国股市 一直都不好 让我一直都有内容可以说 有些人说 最近中国股市不是变好了吗 这些朋友你们幼稚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感谢我们节目的制片人 我们的大领导 夜导 这些年来夜导一直鞭策我 一直激励我 一次休假都没给过我 那次我就跟夜导探讨 我说夜导有的时候啊 我又录节目又演戏 然后还要参加别的节目 然后我还要写段子 还要串稿 还要改段子 完了以后还有点自己的爱好吧 人总得 对吧 我这样下来我真的很累 我都累成这样了 为什么不能给我休息一天呢 为什么不能给我找个代班主持人呢 对吧 夜导说 你见过哪个主持人用代班主持人的 我说那可多了 你看小S经常用代班主持人 夜导说 哦 你也去怀孕啊 你好意思吗 你再累 能有怀孕累吗 我跟夜导就解释 我说夜导 事不是这样 当然女人怀孕是很累 但是你得知道 作为一个已婚男人 让女人怀孕更累 其实生活中我们仔细想想有很多事情都是值得感恩的 比如说我刚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找了一份工作 在那个公司碰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老板 虽然我在那个公司里只是一个实习生 而且也不拿工资 但是老板很看重我 把所有类的重要的工作都交给我做 对不对 经常让我加班 经常的鞭策我 经常骂我 在我不拿工资的情况下 他居然还能扣我的钱 所以在这里必须要感谢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板 你让我明白了 做人不能像你那么贱 需要感恩的人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 对吧 中国人特别讲究孝道 我们甚至还把它编成了顺口溜 每个人都会讲 叫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请问后两个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 那么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好不好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不供养父母为二 母亲节不在朋友圈晒母亲照片为三 中国人特别讲究孝道 甚至有一些电视广告 就是一个小孩看到自己妈妈 给妈妈的妈妈洗脚 然后就打了盆水去给妈妈洗脚 对吧 然后妈妈就感动的哭了 哎呀弄这一滴水呀 就得收拾到什么时候去 有点哭 这个事我们反过来想一讲 为什么没有人宣传给爸爸洗脚呢 爸爸凭什么就不能洗洗脚 爸爸凭什么就不应该被洗脚呢 建国想了这个问题之后 有一次回东北 就跟他爸探讨这个问题 觉得这么多年亏欠父母挺多 然后就跟他爸说 爸那啥晚上我给你洗个脚吧 特别感动啊 但是建国的爸爸 东北大汉嘛 听完这句话之后 就一个大嘴巴 你没出息的玩意儿啊 干啥呀 说啥呢 挺大个子都成人力士了 那么大岁数了 到家要给爹洗脚 你就不能除气出去啊 你就不能有点破例吗 啊 你就不能带着爹出去做个足疗吗 今天我们说了半天感恩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主题 今天是跟粉丝们跟你们的婚礼 既然是结婚 那一定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 就是接受朋友们的祝福 那我的朋友可就厉害了 对吧 我从天的海北 收集了我的那些大台朋友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贾乃亮 我是张亮颖 我是王正亮 我是侯云 王林 金吃 我是张信哲 我是黑豹乐队主唱张琪 大家好我是胡歌 大家好我是教授小金 我们是唐桃乐队 今晚八零后脱口秀三周年生日快乐 三周年生日快乐 热烈祝贺今晚八零后三周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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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年生日快乐 三周会生日快乐 祝王自建和他的粉丝 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王自建老师 新婚快乐 祝王自建和粉丝们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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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大吉 当我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的内心无比的激动 王自建你真是我们八年后的好榜样 你对你的粉丝真是太好了 一身消雪 你的粉丝该有多么的幸福啊 你是我的好榜样 祝今晚八零后脱口秀 三岁生日快乐 收视长红 王自建和粉丝 新婚快乐 你说我这么大的喜事 这些家伙就发点视频 也不来现场庆祝一下 我跟你讲他们就是怕枕红包 你知道吧 结婚啊 怎么可能不请到一些这个圈内的重量级好友 到现场为我祝福一下呢 咱们接下来要请出的就是 印度国宝级的大师演员 阿米尔汉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说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阿米尔汉的电影大家都知道 那个游戏最有名的是 三傻大闹保莱坞 对吧 然后最近又有一个新片在上 叫我的个神呐 我们很多中国观众呢 已经在网上看过了 但是这部电影在5月22号 就已经在全国的各大院线都要上映了 届时希望大家能够再去支持一下 印度国宝级电影员带来的国宝级的电影 在街道上 中间的电影 理解了 做了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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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要不然我也去印度发展吧 小的时候看印度电影 里面的演员一听到音乐就跳舞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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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 你懂 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 so i think i can't communication so well 我我我 不是 你你你怎么就哪都有你你要干嘛 我来翻译啊 你你能翻吗 对啊我作为婚礼的司义我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 好 来来来快快来快来快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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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director 刚才啊我我跟阿米尔汉说啊就是说我们俩长得有点像 反正就是大眼睛高鼻子对吧 然后 略略略略黑的肤色对吧 就是我我如果想去你们印度发展 因为你看我我手毛也非常重啊 然后 就是我我能不能到印度发展呢 you should speak to directors you should talk to me i think he can be a big star in india big star in india big star in india 他说他就是潜规则过导演所以才成功 然后呢汉先生还说他们还听说中国有一个非常出名脱口秀演员 叫始言 我觉得都不可能 你别说印度人不知道 你说中国人有几个人知道 你就好好的翻译不行吗 对不对好好翻译啊 这个其实三位可以说是印度电影界的叫 这个词你想想怎么办啊 铁三角 you are you know 铁三角 因为我也铁三角 就是在那个我这个节目里 我蛋蛋和建国 我们都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 但是呢由于我们三个人的武力值呢 有一个人特别长 你知道吧 大概99 然后我大概是80几 还有一个14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谁赢谁输就显示意见 我想知道你们平时就是谁说了算呢 no no he is the boss the director is always the boss on the show ok yeah 导演说了算 然后呢 他们还说其实这个婚礼啊 私仪是最大的 什么时候都有听私仪的 私仪是最大的 是吧 那你以后关键叫大仪呗 大私仪好不好 你看大司空大司龙大司马大司仪 你大司仪呢以后你就负责 仪知道吧 其实我觉得印度电影真的特别了不起 Did he say something rude about us? ye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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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 因为我在里面看到很多非常理解不了的画面 就比如说一个人能干翻一对车呀 特技上看着特别棒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看到阿米尔汗的时候 我们觉得特技也特别棒 因为在三傻 包括这个我这个神的这个海报 包括大家看过片子里会发现的 在里面阿米尔汗是有腹肌的 是特别健硕的一个人 那本人呢是 so why is that? well I'm doing a new film I'm preparing for a new film and we are starting shooting in two months and in that film I have to be fat so I'm putting on weight I'm playing a wrestler 那个汉先生说他的新的一个电影里面呢 就是他会扮演一个摔跤手 一个摔跤手 所以呢他必须要增重 所以他现在很很重 汉先生还说呀 他们拍电影其实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这个当婚礼司一样更辛苦 对吧 我求你来了吗 是你自己要上来的好不好 是吗 今年是这叫什么中印旅游年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去年呢叫中印文化交流年 所以其实中国跟印度 两个国家一直以来离得很近 然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同时也希望三位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 然后国际化的电影奉献给全球的观众 我们也希望你们的电影来到印度 所以印度也能来到中国人 和知识多更多的文化 好的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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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人家 太实在了 印度人多实在还给红包 你这个翻译也不错 你下去休息 不是 我那10分钟 10分钟该我了 我那个十分钟 你知道吗 我为了这十分钟 我准备了十年 我从第一年的 印度人红包里没有放钱 不关我什么 我的十分钟 我跟大家说 因为你英语好 我跟他们说明白 你去帮我要 他不能不放钱 红包里不放钱 那叫什么 给你的钱 又不是给我的 这样好不好 你去要 不管要回了多少 分你一半 行不行 等着我胜利的消息吧 汪老师 再见 见过什么呀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环节 跟各位就有关系了 刚刚我收到了 印度人的红包 结婚呢 不能光是新郎新娘 自己收红包 再说了 每一个观众都是新娘 所以我们给新娘 也准备了红包 接下来就是 赢得红包的时刻了 我们接下来 做一个游戏 只要游戏能胜出的人 在我们现场的 就有机会 拿走红包 好不好 在15秒钟的时间之内 就往我们的道具上面 放这个杯子 能放几个杯子 就能领走多少 明白了吧 下面我们上道具 好的 非常好 道具就是国仔 大家就往这个上面放 想领钱的 举手我看一下 这么多 这样由于我们 这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所有的情侣 我们现在开始接吻 坚持到时间最长的那一队 我们就上来 好 预备呗 起 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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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停 看得出来你们真的特别想要这个 很爱 特别爱对方 那 我们这些人先都上来 好吧 都上来 都上来 都上来呢 是这样 我们一队一队开始 第一队 准备好啊 三 二 一 开始 计时结束 哎 就给女士了 来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钱 看看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我国没有更大面值的纸币了 我们里面放的是最大的 如果我国还有更大面值的纸币的话 我们还是放一百的 三 二 开 你这是作弊 国仔 你这什么意思吗 你让他们这能放进多少去 六百块啊 一人三百 好吧 祝你们炒和好赛 呃 不 祝 祝你们溜溜大顺 好不好 哦 长得也太像 如花了 这一字美 我的天哪 人家是国际友人 哎 就别动的幅度太小啊 嗯 三 二 开始 那你老公长这样我敢吗你 没关系的他 来来来来来 好好好 谢谢谢谢 再加一个红包 不是那就 那就犯法了呀 我抱了就给钱的 倒计时15秒 三 二 开始 最后自己碰掉了一大堆 见过这个造型好萌呀 来跟自己堆的雪儿照个像 好 也没有人帮你们照 这个 现场我们发红包的环节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跟大家汇报一下 在刚刚我们的游戏环节里面 大家拿走的那些红包 全是从建国的公司里扣的 已经扣完了招啥级呢 你看来来来 蛋蛋蛋 你看这个 一点城府都没有 建国的公司扣完了 我们还有蛋蛋的公司 对不对 笑笑笑笑 上镜的 乐乐乐的 好 接下来的环节呢 就是给电视机钱的各位了 接下来我要让各位 扫描二维码 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非常简单 准备好 我们马上就在屏幕上 给你出现二维码 二维码 好 赶快拿出手机 各位立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将获得我们节目组 发出的红包 不要犹豫 就是现在 立刻扫描二维码 不要再犹豫了 就可以成为我们八星八戒的会员 八星八戒的会员 好的 谢谢大家 你的能量长 欢迎收看 欢迎红牛万人做公众号 独家欢迎赞助博出的 今晚八点个托口秀 我是王老师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说到结婚啊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婚礼里面 有一件事情叫闹洞房 而且现代人 闹洞房真的闹得已经越来越过分了 现在除了整新郎新娘之外 甚至还有人开始整父母 大家看到网上那个图片没有 父母脖子上挂个轮胎满街走 你说结个婚弄得跟猪脸九族似的 回想我结婚那会儿 那就真的没有人闹洞房 整个洞房里面就是我自己 跟我老婆两个人 特别安静 我老婆特别不开心 在那就问 怎么回事 怎么连个闹洞房子都没有 谁来闹洞房啊 在那喊 就听外面那些亲朋们 尤其他的朋友们 纷纷在那喊 总多主我们不敢呢 我们说现在参加了婚礼 千篇一律 对吧 尤其是婚礼主持人 私仪通通都不行 谁结婚都是这套词 一点意思没有 对吧 比如说住什么新娘 新郎白头偕老 什么意思 还白头偕老 你凭什么不允许别人染头发 还有那个什么 新郎新娘要相敬如宾 早生贵子 对吧 你听听你说的那是什么话 相敬如宾 怎么可能早生贵子 那咋生 对不对 而且早生贵子也不对啊 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 晚生的就是便宜子 晚生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我国是怎么呼吁的 叫晚生晚欲 忧生忧欲 对不对 再说晚生的孩子 招你惹你了 你说这种话 晚生的孩子里面 不乏了不起的人物 比如说哪吒 哪吒听说过没有 哪吒有什么不好 你告诉我 哪吒的妈妈 各位知道吗 怀孕三年零六个月 四十二个月 剩下哪吒 有什么不好 哪吒出生之后 对 差点把他爸气死 还有的时候 就是结婚啊 大家结婚 是不是都放婚礼进行曲 就那个 邦邦 巴邦 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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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礼婚宴 总要请大家吃吃饭 对吧 请吃饭来的朋友 尽量新娘不一定都认识 宾客们也不一定都认识 所以经常混进去那些混吃混喝的人 那天淡淡建国参加了一个婚礼 人家新婚夫妇非常仔细 一个一个盘点 就把他们俩查出来了 淡淡在那非常淡定 看着新娘 新娘指着他 一个小兔崽子 滚滚滚滚滚 上这儿骗吃骗喝 怎么回事你 那是妈单 淡淡瞇着小眼睛看着新娘 妈妈 你什么意思 你不让我在这吃 一会儿你结婚我就喊你妈妈 在结婚之后 很多人又出现了生活上的不适 比如说男生 结婚之后很多老婆要求上缴工资 比如说我认一对朋友就是 刚结婚老婆说把工资卡拿过来 干嘛呀 以后工资都要上交 归我支配 然后他就不服嘛 就问他老婆 你凭什么要求我把工资交给你支配呢 他老婆倒很淡定说 亲爱的 这不是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吗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还有很多人在结婚前呢 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 通常我们社会上管这种情况叫做 婚前恐惧症 我其实就有点 我在婚礼前一天 真的是就是恐惧的不行 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翻来覆去 就是睡不着觉 好 我在床上翻过来 调过去 翻过来调过去 最后一茬运动手环 我在床上滚了八公里 还有一种奇怪的传闻 当女人 一个女人 做过别人三次伴娘之后 她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有人做过三次伴娘吗 嫁出去了吗 其实这个问题很现实 这难道是一种诅咒吗 各位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 做了多次伴娘之后 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那我们用科学的道理 来讲一讲 这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 一个人去做伴娘 他有什么资格 去给别人做伴娘呢 他就得长得比新娘丑 对吧 新娘最直观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婚礼前 我是要最漂亮的那个人 我找了伴娘 绝对不可以比我漂亮 而且伴娘的衣服 都是新娘买的 你们有数吗 他故意给你们买 那些不合身的衣服 让你穿上去 就显得更丑 对不对 一个长得比新娘丑的人 才能去给别人当伴娘 如果你当过三次 或三次以上伴娘的话 说明你长得比你身边 绝大多数女生都丑 说只要在三个月的时候 告诉别人自己 怀孕了这个孩子 就会保不住 如果这是真的 还要那些 无痛人流医院 干什么用 我头一次见 这么啰嗦的新娘 当然还有一个 更加不靠谱的传闻 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 结婚 我们叫凤子成婚 对吧 而且很多人 有小孩的结婚的时候 还不跟大家说 为什么 就是说只要在三个月的时候 告诉别人自己 怀孕了这个孩子 就会保不住 这就是标准的封建迷信 对吧 怎么可能 如果这是真的 还要那些 无痛人流医院 干什么用 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到处跟别人说 就是了嘛 对吧 跑到人民广场 天安门广场 喊呀拿个炉 我老婆回去了 我老婆 今天我们结婚 不是凤子成婚 那也不可能是凤子成婚 只是在形式上 要回报我们的粉丝 三周年了 粉丝的一个狂欢节 那到今天节目 录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想在仪式之前 跟大家说的话 也就差不多了 思宜 咱们可以正式宣誓了 好吧 你终于想起来要宣誓了 不是 那 我头一次见 这么啰嗦的新郎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那好吧 那就有请我们的新疆代表吧 来 那么接下来呢 觉得我好多余啊 王老师您先回去吧 好 接下来呢 我要问几位 非常严肃的几个问题 那么请大家认真考虑之后 再回答我 新郎王自剑 你是否愿意迎娶你身边 这位漂亮姑娘 还有她身边这位更漂亮的男士 为妻子 爱她她 保护她她 尊重她她她们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不论贫穷或富有 生病或健康 穿蓝黑的裙子 还是白金的裙子 都始终陪伴在她她她她们的身边 把让新娘开心 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你愿意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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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娘娘娘们 你你你们 愿意嫁给你身边 这位英俊潇洒 才貌双全 机智幽默的 青年 青年才俊 做你的丈夫 爱她 尊重她 保护她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不管是电视机坏了 还是没有WiFi 一辈子都陪伴她的身边 一辈子看她的节目 不管她说的段子好不好笑 都会开心地大声笑出来 你你你 愿意吗 我愿意 好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有没有人 想要非常威武霸气的 果断地跳出来 反对这个婚约的 我反对 你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准备了十年 一世不能停 接下来最重要的那个 好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有没有人 想要非常威武霸气的 果断地跳出来 反对这个婚约的 我反对 你反对什么 不是 王自剑 你这人怎么回事 今天说好了十分钟呢 婚礼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准备了十年 一世不能停 接下来最重要的那个 送那个 对对对 好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交换钻戒的环节了 有请我们的新郎和新娘 向前一步 我来掏一下这个戒指 这都是由绽放粉针 灵动自我的金箔利钻石 提供的金箔利钻戒 接下来呢 让我们有请新郎 为男新娘 带上金箔利钻戒 掌声鼓励 来 接下来有请新郎 为女新娘 带上金箔利钻戒 来来来 刚才呢 我们已经交换了 战法猛针 灵动自我的金箔利钻戒 客户 您满意了吗 那接下来呢 就应该是我的 十分钟特口秀环节了 对吧 好了 你的能量超级 想起就是 这一集由红牛 威热斯湖内疗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 今晚八天后特口秀 战法本真 灵动自我 今晚八天后特口秀 由金玻璃赞持 特约赞助播出 今天愿你们真好 愿你们这一夜 过得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 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没事 没事 在这儿的人 都是没有放过这件错误的 你凶他们也不对 是吧 白白那几个 是吧